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要祝福大家吹脚节大喜乐 新年蒙恩 在开始崇拜之前 我们请如牧师和Robert牧师为我们吹响号筒和号角 我们一起站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欢迎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跟敬拜赞美的老师来做动作 来赞美我们的神 拜拜 大家在祝你平安 三伯友们 你高兴今天我们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着微微大的神 你知道吗 感谢赞美就很重要 一篇是一篇告诉我们 四篇一百篇 四根古节告诉我们 当称谢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月 当感谢祂称颂祂的名 因为耶文华本位是神 祂的慈爱全到永远 祂的信是之道于万代 祂讲的话 祂没有说不成就的话 所以祂说 我们以称谢能够进到祂的门 的时候会不会好 只要赞美 感谢赞美祂 我们就进到祂的门 进到祂的愿 所以我们一直就想要赞美这会有大的神 好 那我们大家今天来赞美咯 我们第一 来第一这首歌来赞美祂 大家一起看咯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满着地 当真是 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月 经过跳舞 要生花 呼呼 放油气 谁都要赞美 当赞美祂 神的灵充满着地 老祂 Viktor 彩虹重变 让我们的心向上敞开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圣地爱拥抱着我们 圣地灵充满着地 当真是进入祂的门 当真没进入祂的运 几个跳远山万佛 方有齿心 当要真没看 从此处想起 那预复在梦中的路 让我们的心向上敞开 奔在梦中是出生气 让佛在空中灭霧 让我们的心向上敞开 让我们的心向上敞开 所以我们赞美我们的心会向神敞开 所以你看像那个在天空里面极肥的什么 所以我们的心向神赞美 是何等的好 能够尽到祂的愿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位神 你知道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感谢祂 我们来唱这首 这首感谢神 神很喜欢我们感谢祂 所以我们越感谢祂 祂越快乐 所以我们来唱这首感谢神 祝福一杯 感谢神 过去的痛哉 感谢神 住在我旁 感谢神 是温暖春天 感谢神 几两秋季 感谢神 我感过眼灵 感谢神 使我满天 感谢神 祷告光莹莹莹 感谢神 为梦吹听 感谢神 我曾经丰奔 感谢神 恶福共赢 感谢神 恶福共赢 感谢神 是我故意了 在绝望 你的安慰 感谢神 是无限安定 感谢神 无悲慈爱 感谢神 是路旁玫瑰 感谢神 是路旁玫瑰 感谢神 悲慨又痴 感谢神 是家庭温暖 感谢神 又不傍晚 感谢神 是喜乐共赢 感谢神 是天平安 感谢神 是无限安定 感谢神 永远 感谢神 感谢神 使我救世主 感谢神 奔赴一杯 感谢神 我去的痛子 感谢神 感谢神 住在我盘 感谢神 是温暖春天 感谢神 是温暖春天 感谢神 感谢神 祷告梦瑰 感谢神 祿告梦瑰 感谢神 为梦吹天 感谢神 感谢神 我采清风暴 感谢神 奔赴公平 感谢神 是我苦以后 祿告梦瑰 感谢神 是我苦以后 再绝望中的安慰 感谢神 书写恩 感谢神 是无限安定 感谢神 感谢神 无弊之爱 感谢神 我彼此爱 感谢神 感谢神 是龙旁玫瑰 感谢神 是龙旁玫瑰 感谢神 是玫瑰 玫瑰 玫瑰 寶瑰 感谢神 是家庭温暖 感谢神 有无盼望 感谢神 有无盼望 感谢神 是喜乐有愁 感谢神 是喜乐有愁 感谢神 是天平安 感谢神 是天平安 感谢神 是无天盼望 感谢神 感谢神 直到永远 是的 我们的神 我们真的要感谢祂 所以我们每一天 不管是有苦 有乐 有什么 都能够感谢 想到保罗 关在建牢里面 他感谢在每一组 连铁门都会开 你说上帝听了 会不会高兴 感谢祂 没有埋怨 反而感谢 所以我们都要常常有感谢 不要埋怨 我们要学感谢神 你知道吗 有神 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有神 我们就有喜乐 所以最大的财富 因为一切都是从主人来 所以神给我们什么 我们都会看到 你看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的眼睛都要感谢 有云彩 又有雨水 又有太阳 又花 又有菜 又有水果 哇 看到还有朋友 还有家人 哇 神给我们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要感谢 更要懂得 有神 我们就永远一切 因为一切都是神 所以我们来唱这首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有他没有缺乏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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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中的奇妙 美好中的美好 人命以我同主 永远是我救助 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 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 有祂我必顽 再也不去看 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 奇妙中的奇妙 美好中的美好 人命以我同主 永远是我救助 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 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 有祂我喜乐 再也不去看 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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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小朋友 你看我们有神会不会好 很好 你看有祂保障我们还怕什么 祂的走大有能力 所以有祂帮助我们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也不怕缺花 我们也不怕什么难处 因为有祂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保障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再来唱一次 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不讨或满足 再也不缺乏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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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hustle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我最大的欲慎就是神 我最大的欲慎就是神 我最大的喜乐就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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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掌声给我们的圣 那我们感谢祂 赞美祂 常常以称谢进入祂的门 常常以赞美进入祂的圣 让我们来感散 跟神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很高兴 能够有祢成为我们的阿爸父 这是最大的福 所以我们有祢 我们还怕什么呢 所以在每天的生活中 你最喜乐就是我们 一层血进入你的门 一赞美进入你的圣 每一早晨 我们可以说说你的慈爱 每彷徨我们要是说你的信实 因为你是信实的神 你说你必成就 所以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愿荣耀归于祢 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于祢 从今世之道有有缘缘 捧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孩子 老师们 现在又到了蒙福的时间 让我们预备好我们心 预备好我们的金钱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日用的 都是祢赐给我们的 祢是丰盛有余的神 主耶稣我们说 我们现在担心热意 把手中的金钱奉献给你 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 去拿我们的奉献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孩子们 老师 把你们的奉献 放进你们的这个罐子 然后孩子们 如果你们的父母 有回到教会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奉献交给父母 让他们带去为你们来奉献 或者你们就保管 你们的奉献 等到恢复 儿童尸体崇拜的时候 就把他带去加位哦 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分享出来 就是把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谁要述说神的荣耀 大家好 我是代言老师 今天呢 我要来分享一个小小的感恩见证 就是突破沟通恢复关系 我是一个非常害怕 人际关系冲突的人 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是同班同学 也就是一起拿 又叫科目等 我们呢 会一起也好出去外面吃东西啊 还会一起也好去逛街 我们有好的东西都会一起分享给对方 但是在MCO期间呢 我就发现到我们的对话就比较少 但是我却发现到他们的对话就比较多 就是私底下聊天啊 一起玩游戏 甚至我发现到他们其中一个人 还去到另外一个人的家 我心里面就开始感到很不舒服 我记得有一次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约好一起玩游戏 也就是导玩者 可是到了晚上 我等啊等啊等 我等了很久很久 却没有等到他们叫我一起去玩游戏 所以我就自己只好自己去上线 自己去玩游戏 可是当我上线玩游戏的时候 我却发现他们原来已经玩了很久很久 我的心里面就觉得 我的心里面就很不舒服 我就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会让他们这么突然的排挤我 我甚至因为他们 我拒绝了跟我弟弟一起去玩游戏 就是为了等他们 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伤心 而且我很生气 我生气呢是因为我曾经 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去打玩者 所以我就真的很生气 我因为他们 我一整天的心情我都非常的不好 我的心情就非常的低落 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会默默的哭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梦都还会梦到他们 我就觉得 为什么白天都已经这么辛苦 这么难过了 可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却还要梦到他们 我就跟神说 主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这样子的排挤我 我问过神无数次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甚至跟神说 为什么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搞好人际关系对我来讲 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我跟神讲 我已经撑不下去了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困扰我好几个月 都不开心 所以我跟神讲 我已经撑不下去了 可是后来在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呢 我就去开诗歌 我就去听诗歌 听好诗歌过后呢 我就比较轻松 我的心就会比较轻松 我就会能够再去面对人一整天 在开学的第二个礼拜 我们需要到学校去上课 当我们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对方 可是我们看到对方的时候呢 我们却没有任何的眼神招呼 打招呼都没有 我们就安静的坐在那边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要跟他们说什么 所以我就安静的坐在那边 因为感到非常的尴尬 可是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我就去思考 如果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的关系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功课不能够继续下去 甚至还要面临不及格的准备 所以我就各身祷告好 我就鼓起勇气 我就去跟他们说出我心里面的感觉 我就跟他们说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让你们不开心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 你们可以跟我说 我会接受 我因为你们的事情 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心不在焉的 而且我也不开心了 我也不开心很久很久了 而且我很珍惜你们 所以你们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 到我说好的感觉过后 到他们也说出他们的感觉 他们以为我是因为看众学习 所以不去跟他们讲话啊 还有其中一个朋友以为是他害我 考试不及格 所以他以为我生气他 不理他 过后我就跟他们解释 其实我没有因为学习 还是因为考试去不理他们 去生气他们 过后我们彼此都说出我们自己的感觉过后呢 我们就互相道歉 因为原来我们都彼此的误会 我们道歉了过后呢 我的心里面呢 就比较轻松啦 因为我终于把我心里面的感觉说出来了 我们的关系也就不会那么僵 也能够继续像以前一样 我的心里面的石头终于没有啦 所以我又能够开开心心的 对待每一天啦 所以我很感谢神他给我一份勇敢 他让我面对我最害怕的人际关系 他也让我有聪明智慧去面对人际关系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谢谢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当确的心 是当强仁爱情收的心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 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信心上 多做信徒的榜样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嗯 哎呀你会做我会抄 老师也足以改啊 我也不想考高分引过你 好吧 我都等下来你 允闭允闭 数学功课借我抄一下 哎呀你会做我会抄 老师也足以改啊 我又不想考高分引过你 数学是需要理解的 抄是不明白的 我先借你抄吧 今天五休我再教你做吧 好吧 你真是跟大好人 谢谢你 我等一下请你吃烧食饭糖吧 谢谢 好了,又到了我们听神话语的时间咯 请孩子们还有老师来预备好我们的心 来看一看,听一听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吧 大家好 今天老师要介绍我两个 娃娃给你们认识 你们要看他的脸是脸部的表情 看看你们喜欢哪个的表情好不好 来,第一个介绍是这个娃娃 这个小男孩你看他的脸 你看他的脸 你们要看到他脸做什么 看得清楚吗 哎呀,你看他的嘴巴 哎呦,那个嘟嘟的嘴巴 他有流眼泪吗 哎呀,看一下,哎呀,他流眼泪 还有做什么 他应该是像爸爸拿什么东西 然后不可以 他在那边生气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 哎呀,这个呢 哇,每个人都很喜欢是不是 他脸 你看他脸充满着笑 看到每个人都哈哈哈哈在那边笑 是非常喜乐的 那么你们喜欢哪一个的脸呢 是生气的脸呢 还是这个喜乐的脸 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喜乐的脸 对不对 都是喜乐的脸 我们前几个星期 佩希老师为我们分享 佩希老师为我们分享 萨盖 萨盖的故事 萨盖相信耶稣之后 他非常喜乐 那么 还有一次是师母 师母也是为我们分享 他的脸子回头 小儿子 他回到 爸爸的怀疤的时候 他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喜乐 那么上个星期 美丽老师也为我们分享 这个大儿子 进天国 进天国的时候 也是非常喜乐的事情 那今天老师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 他也是相信耶稣之后 他也是非常喜乐 他是谁呢 他是一个狱主来的 在监牢里边做工的 管理监牢里的人 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来看圣经里边 怎样子记载他的故事 圣经使徒行传 16章 我们来看看 一天 保罗和希拉 在菲利比的时候 他们要往一个祷告的地方 遇到了一个被鬼扶的死女 他是靠邪灵给他预测未来的能力 他为他的主人赚钱 这个死女一路上都跟随保罗和希拉 他一边走一边喊 就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就认得到 他一脸好多天 保罗都觉得很不耐烦 就转身对这个灵说 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你 从他身上里出来 立刻 那个灵就离开了这个死女 于是这个死女就失去了预测未来的能力 这死女的主人就看到他赚钱的希望都没有了 就立刻揪住了保罗和希拉 把他们拉到市场里去见光 他们对这个官司说 这些人是犹太人 正在骚扰我们的城市 传说我们罗马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也不能够实行的事情 一切的规矩 这些观众们 众人 他们也表示他们的敌意了 官司就于是就吩咐他的手下 拨下他的门的衣服 保罗和希拉的衣服 吩咐他手下 用目光打他们 又来打 然后又关进监牢里面 保罗和希拉被这个狱主关进监牢里面的时候 在内监 被关进内监里面 两个脚都被被扣上了木口 不能够自由的活动 他们在监牢里面 他们还是一样的希拉 在那边唱诗赞美神 到了半夜的时分 然后里面就有许多的人监牢 他们都听他们还在听保罗和希拉唱歌 祷告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忽然大大的地震起来了 整个的监牢 整个监牢的地基都在摇动 监牢的门村都打开了 监牢里的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监牢的这个狱主 狱主就从他睡在睡觉 他从睡中睡中起来 发现到这个牢门打开 以为这所有的囚犯都已经逃跑了 就想糟糕了 等一下我检验子跟这个官司们交代了 他立刻就拿刀来想要自杀 保罗却大大的喘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哦 我们都在这里哦 监牢听见就赶快的叫人拿灯来 冲进这个房牢里面看看个究竟 他进了牢房 看到这个监门打开的一定是神迹 必定是保罗和希拉他们的神的作为 所以他就战战坚定在他们的面前说 先生们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 保罗和希拉就告诉他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个狱主和他存家的都听了福音 心里里面就充满着喜乐 都充满着喜乐 这个当夜 这个益主就带着保罗和希拉去洗他们的伤口 然后他和他的存家人就立刻受洗 那益主把这个保罗和希拉带到家里 请他们吃饭 然后他和他的存家人都很喜乐 是因为他们都相信耶稣了 因为他们都相信耶稣了 我们看到这个益主做了很棒的决定 使他的生命有改变 使他的生命有改变 他看到保罗和希拉 他的脚被扣上 但是他们心里没有惧怕 反而非常的喜乐 保罗和希拉的心里还是非常的喜乐 在那边敬拜赞美神 而且在半夜的时候 发生了大惊的事情 是一个神迹的事情 监牢的门打开 然后里面的球发的手链也都松开了 他知道这一定是 跟保罗和希拉的神是有关系的 后来他看到他们的时候 说先生们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 后来他和他的存家人都相信耶稣 也受洗了 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喜乐 心里充满着喜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玉族做了很棒的决定 做了两样的事情 非常棒的决定 使他的生命有改变 那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是相信主耶稣 相信主耶稣 相信主耶稣 当我们相信主耶稣 我们相信神的话 圣经 我们相信圣经 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四架上 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四架上 是完完全全地相信他 是完完全全地相信他是真神来的 不是只是知道 不是只是认识 我知道 我在儿童教会老师有跟我们分享 耶稣这个人物 他是 他是耶稣的儿子 他当生在马草里 他很棒 他可以使水变成酒 他也可以让瞎眼的得看见 耳聋的得听见 耶稣是很棒的一个人 耶稣是很棒的一个人 那么他 先给你们一个掌声 给你们一个掌声 因为你们都有听老师所分享的信息 老师所分享的信息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知道 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要相信他 不要说他是他 我还是我 耶稣是耶稣 我还是我 耶稣跟我们没有关系 耶稣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 不要把耶稣排斥在外面 我们要相信耶稣 我们要与耶稣有关系 当耶稣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有喜乐的心 我们就有喜乐的心 当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帮助我们 他不能够帮助我们 他只在外面看 哎呀 看这个 这个张欣在做什么呢 这个电影在做什么呢 他只在那边看 然后我们有跟耶稣有关系的时候 他就进入里边 在我们心里边 我们知道 我们来看 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迪利勒巴 中国的女演员 是中文的女演员 迪利勒巴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演员 她是当生在 她是出生在中国的乌鲁木齐 而且她在小时候 父母亲就给她学了很多样的乐器 很多样的才华 甘情的小提琴的 她还有学了很多样的语言 演了很多部的戏 你们都有看到 我们都认识她 那么有一天 我们生日了 12月31号生日 我们邀请她来我们家 开个party 我们来庆祝我的生日 我在12月31号 我邀请了你们 我邀请了很多人 来参加我的生日 那么也邀请了迪利勒巴 来参加我的生日 我在那天的时候 你们说迪利勒巴 她会来出现在我的生日吗 7点 8点 9点 4点 诶 12点了 还没有到我家呢 为什么 因为她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迪利勒巴 没有跟我关系 没有有慈善关系 所以她不能够来办 她不会到我的家里 当我们跟耶稣 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是次次等 等到耶稣要帮助我 耶稣帮助我 等 还是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相信耶稣 我们打从我们的心里 没有相信耶稣 祂是可以使水变成酒的 祂是可以抑制病人的 祂是可以使我们喜乐的 我们心中没有相信 我们只是在星期日的时候 在那边唱歌赞美神 其他时间我还是我 他还是他 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 我们要把神 我们要把耶稣当是真神来的 祂是神来的 我们要相信祂的话 相信神的话 相信主耶稣定在十四架上 相信祂可以抑制我们 相信祂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很害怕 祂帮助我们 相信祂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的功课遇到问题的时候 向上地球 我们相信祂 向上地球 祂就给我们这一切 给我们智慧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相信祂能够帮助 给我们有爱心 给我们有忍耐的心 可以的 我们向上地球 祂会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跟祂有关系 当我们跟祂有关系的时候 祂会给我们最好的 祂会给我们最好的 好不好 我来相信耶稣 第一件事情是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第二件事情就是 受洗归主 受洗归主 我们在教会会看到 在受洗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的人 在教会的底楼 会有一个大桶在那边 孩子们 你们还记得 你们受洗的情况 是怎样子的吗 我们教会很特别 小孩子都可以受洗的 小孩子都可以受洗的 那么你们还记得 你们洗礼的时候 你们的情况是怎样子的吗 有些人 以前都在一个脊肉部那边受洗 那么现在 我们都会在楼下的底楼 有一个受洗的仪式 就是受洗的仪式 然后你在中 受洗的人站中间 然后牧师就会问了几道的问题 然后就把你按在水里 就把你扶起来 是吗 是这样子吗 那么我们来邀请刚才的那个小女孩来 来咯 乐布斯好蒸、怒吶 他了 华尔和仪不失 按下去 然后又起来了 跟祖 videos表示 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与主耶稣同死、同买葬 又复活起来 是很怕的一件事情 是很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 吉利也是顺高的立场 是一个记号来的 告诉大家说 我是属于主耶稣的啦 我从今天开始 我从今天开始 是属于主耶稣的了 顺告耶稣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我的事情 就是耶稣的事情啊 我是完完全全 是属于主耶稣的 啊 我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是属于主耶稣的 为耶稣而活 为耶稣而活 是一个记号来的 是一个记号来的 就好像你们的书本 就好像你们的书本 你们都会贴了 老师分发下来的时候 你们就会写上你们的名字 老师会叫你们 写上你们的名字 这是谁的 这是我的我的名字 你们的名字都贴在上面 都贴在上面的 到学校的时候 每一本都是华语书 怎么知道是谁的呢 所以你们会写上名字 是个记号来的 对不对 是个记号 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个记号来的 说告诉大家说 我是属于耶稣的 我是属于主耶稣的了 别人 我不是别人 我是属于主耶稣的了 主耶稣会帮助我 主耶稣会给我 牵我的手 走过南瓜 主耶稣使我有平安 有喜乐 主耶稣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的事情就是属于主耶稣的事情 就是我是完完全全的属于主耶稣 不是像刚才所说的 我们只有在星期日 属于主耶稣 我们是每一天 每一刻 每一秒 都是主耶稣的 跟耶稣在一起 跟耶稣在一起 今天一组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 他做了决定 让他的生命有改变 让他的生命有喜乐 和平安 有盼望 那么我们要不要 也要做个决定呢 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个决定 让像一组这样子 使我们的生命更有喜乐 使我们生命更有盼望 他做了什么决定呢 他做了什么决定 他就是来相信耶稣 他来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他做了决定 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也要做个决定 来相信耶稣 然后受洗归主 受洗归主 我们也要像这个 玉族这样子 我们要相信耶稣 我们要受洗归主 受洗归主 然后我们就是属于 主耶稣的了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我是属于主耶稣 因为我相信耶稣 因为我受洗归主 我是属于主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喜乐 让我们的生命更有盼望 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走进神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天天与主在一起 天天与主有盼望有喜乐 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今天我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愿意向玉族这样子 做一个非常棒的决定 让他的生命有改变 所以我要像这个玉族一样 让我的生命有改变 我要相信你 我相信你 以及我也要受洗归主 主耶稣 圣明我的罪 过去的日子 我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是我 耶稣是耶稣的事情 我没有把耶稣放在我的心中 主耶稣 求你圣明我的罪 主耶稣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把你的事放在第一位 我要相信你 相信你是一个真神来的 相信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耶稣 我要相信你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遇到难题的时候 我遇到害怕的时候 你就在我身边 你扶持我 你帮助我 主耶稣 我相信你是一个真神来的 主耶稣 我相信你 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日子当中 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主耶稣 在过去当中 我得罪你 我没有完全相信你 求你圣明我 我过去我自己的生活 我没有听你的话 求你 用你的宝血 洗净我 洗净我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相信你 完完全全的相信你 让我的生命更丰盛 让我的生命更有喜乐和盼望 走进属天 走进神的恩典当中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谢谢你 感谢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 名求的 Amen 孩子们 今天 非常棒 你们都做了非常好的决定 那么今天 老师发问一个问题 发问一个问题 狱主和全家人 做了什么决定 使他们有喜乐的心呢 狱主和全家人 做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决定 使他们全家人 有喜乐的心 我们把我们的答案 发给美丽老师 记得我们发给美丽老师 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提醒大家 记得回答题目 也鼓励大家 积极的背诵经文 分享才艺和见证 那我们下个星期 儿童献上崇拜再见咯 愿神的平安和祝福 大大的与你们同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